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港股通 我是孫雲喜 今天怎麼提呢? 是相抵憧憬 先看看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約計的早段已經穿過28,000點 最低是27,700 做好事就是這樣 不過幸好期後跌幅不至於漲一步擴大 反而慢慢縮小 直至美市到這個階段 跌幅縮窄的程度就明顯了 之前都是由300點左右跌幅縮窄 200點左右 現在去縮窄是接近100點左右 現在最新跌12點左右 去到27,900 希望好像想再次 市場上升上28,800的水平 今天市場的虐雞 主要是兩類股份 一類是互聯網平台經濟股 包括騰訊昨天打彈 今天又下跌了 跌11元 加上三桶油都石油股 一般的 其中中國海洋石油更加大跌 2.7% 顯著跌比大市更多 只不過幸好部份傳統經濟股 也有一個反彈 做得不錯 令市場跌幅不至於擴大 而且慢慢慢慢收窄 其中比較亮麗 就是港交所 有5%的進漲 整個市場 今天能夠由低位 彈回頭的重要原因 好 整個市場 現在再跌少 多一點 跌少一點 幾點而已 不算太多 今天的市場跌百多點 算是不錯的 因為其實你看看 今天無論是外圍 至香港或者內地的消息 都是壞消息為主 不太多 其實先看外圍 首先說外圍 昨晚美股 納指仍然上升 升到二十多點 但導致跌二百點開外 其實早段跌成四百點 後來跌少了 跌二百點 原因跟美國方面經濟數據也好 大行的看法也好 都出現一個由高位 或者由之前一面來顧問 現在開始有些審慎 甚至部分有些悲觀的狀況 原因是什麼 其中的原因 就是經濟數據出來 一般的 說的是什麼數據呢 就是ISM服務業指數 最新的六月數據 是60.1 60.1比50分界線仍然高 只不過比起上個月 上個月是64 這次數據大數據 即是三點多 接近四點 比起預期 都信息得多 預期就63.5 換言之 今次出來的數據 大數 就是比預期跟上月都差一段 這個已經令市場時有些人覺得好像不太能當 加上其中的小項就業的項目 去到49.3 49.3 其實已經進入了收縮的狀況 至於50%之上是擴張的 49.3%是收縮了 而且比上個月還在進行55.3% 準確地說 49.3% 連續五個月的擴張情況 已經逆轉了 創出六個月來的低位 這樣的情況令大家擔心 之前聯署局經常說 通脹是暫時的 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 不止通脹是暫時的 連增長或經濟復甦率都可能是暫時的 遲些意見的大可不少 其中一個影響力都比較大 也要這麼說 他的經濟師就說 現在的情況令經濟放緩的可能性大 原因是經濟重啟帶來的正面效應 已經接近尾聲 與此同時 財政支出的刺激反而又是慢慢減少 換言之 兩個正面因素的動力 已經開始縮減了 縮減的情況之下 多多少少就會令到整個經濟的動力減弱了 所以他說現在的情況 之前事前時擔心經濟過熱 聯署局要很快宣佈收水 說到8月就要離開了 7月也可能會宣佈了 他的說法 其實現在這樣的狀況 看來經濟過熱的風險就不大了 估計12月也不會宣佈收水 不會宣佈縮減資產購買規模 這個就是他的說法 比較明顯是審慎一點的 但與此同時 有些更加悲觀 特別是涉及到美股 美股的情況 花旗就說 現在美股的情況 是令他很擔心 他預期7月份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月份 不安 不安通常都是說跌的 他覺得7月份不太行 原因是他覺得美股為何不太行 就是預期 接下來就快公佈7月份的財務報告表 支持我們所說的業績 可能低於預期 他對美股的看法是偏淡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股數據又差 大行又長談 所以昨晚美股的表現 剛才說了 蠟子勉勉強強有升 但升得來 他就做了長手接近十字星的狀況 走勢是差的 長手的十字星 在高位出現十字星之外 反映高位其實拉鞋的情況 是激烈了 往往是有些偏淡的意味 這就是蠟子的情況 至於蠟子更加 剛才說了 一度下跌400 賣單下跌200 跌200也算是一般的 因為你看陰陽足圖 蠟子出現穿頭破腳之餘 過去三次 曾經三次 逼近三萬五千點的水平 都不能夠上破 反而由高位回落下來 顯示 其實 導致有可能出現三頂 雖然之前威蟻水的雙頂 穿頸線 然後 反而又發回 但現在升去 再升 跟近 之前兩個雙頂 它又不能夠破壞 反而出現剛才所說的 穿頭破腳 走勢又好像有轉弱的跡象 所以外圍的情況 美股是一般的 與此同時 中國和香港的基本因素 都不是很英俊 原因是監管的移運 始終不散 之前最早期 當然是說 互聯網平台經濟的監管情況 早一段 阿里巴巴只是好幾個月前 阿里巴巴因而下跌 近幾天 又因為滴滴出行 再次延點 大家憂慮 除了這個之外 藥物股的監管 都是令市場人時擔憂 加上最新 連證券股都說要看得實 都是要加強監管 所以監管的一郎接一郎 究竟這樣搞法 會監管到加強到甚麼地步 會對市場影響到甚麼地步 現在大家都暫時 摸不著頭腦 暫時沒有辦法 在這麼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暫時沒有辦法 就很確鑿地分析理解到 所以還是先等下 等下不同的措施是怎樣的 這是第一個 就不明來引數在這裡 基本面是偏偏弱一點點的 與此同時 近期中國的企業債 是持續被拋售 因為信賴皮革公司調低中國不少的 不少企業債券的信賴評級 令到中國企業債券 特別是美元的 會突然跌下去 氣氛是差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恒生之所今天仍然仍然跌百多点 但算是好的 尤其你要留意到 跌百多点很多是来自建行 也就是国寿随静之后带来的跌幅 所以换言之 今天市的跌幅虽然仍然跌着 但是算是这样 不算太过丑样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有可能跟点题那几个字 箱底憧憬有关 箱底憧憬临至哪里 来自上证 上证就看到了 3553今天升23点 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 上证仍然是上升 而且好像在3500点里 这个水平和重要心理关口 就找到一个箱底 当然这个箱底暂时未正式成立 因为它还未穿颈线 还未穿颈线 箱底不可以说是正式成立 但是有一个箱底的憧憬出来了 因为这个箱底机系在前浪底之前 回稳 这个前浪底还与心理关系 3500 加上这个3500 亦都是保里加通道的底部 那三重的情况之下 它从3500反弹回来 返回五十几点 多多少少 令好友有点憧憬 这个可能成为今天的港股 能够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前要之下 叫做小跌 小跌百多点 都是这样的原因 至于具体了 接下来一两天 港股会怎么看呢 那刘代就收市 整理收市之后再和大家分析了 那现在看看这些朋友有什么股份 想和大家切磋一下 那就和大家说一下 首先第一只是2318 2318 2318近日的走势真是凄凉了 原因就是一直被大行减迟 减连他之前所谓李平安的人物 就是内地基金公司的人物 叫李慈 李慈以往一直都是中国平安的粉丝 一直都拿着他 所以内地股民叫李平安 因为长期拿着平安 又长期就唱好他 谁知道近日发觉 原来李平安就是李慈 他都自己宣布 都已经是清磋 平安之所以对他就死心了 所以这个走势就令到李平平安之下跌 现在看看整个形势是否开始反弹呢 暂时看起来就还未是很明显 这个只是短线反弹 当然有了 因为你看到 他的跌幅其实都非常恐怖了 由高位是100元跌了下来 跌到今时今日的状况 那么RSI呢 亦都是已经低位出现底背池的了 那么你出现短线反弹呢 的可能性当然是有了 那但是你弹了多少呢 那么初步看呢 就中线的形势是仍然是租高的 好 因为你们看 他画了一条好 然后上升轨第一条 第二条 应该画了两条出来 还画第三条 画到第三条 一方面 当然是走势很差 第三条 但是呢 另一方面 画到第三条 我之前节目也提过了 《约安技术分析》 画到第三条 就可能就告诉大家 跌浪 起码是短线而言 就去到尾声了 有机会出现反弹 反弹的 说得很清楚 因为呢 你看到中线走势 是一浪低于一浪 暂时看不到 很明显的转世迹象 中线来看 但是短线呢 画到第三条的下降轨 就可能已经 接近跌浪 即是短线来计 接近尾声 又可能出现反弹 那什么时候呢 才确定反弹呢 你可以参考这个指标 一个指标就是这个前浪底 75.7度 能不能够穿到 第二个就是刚才说了 第三条下降轨 如果穿到呢 就有可能就是前来反弹的 开始了 但是呢 反弹开始 但是你说会弹很多呢 那暂时就不好呢 就太过乐观住 因为呢 它的走势真是弱了中线 它有可能呢 去到这些位呢 你会看到 这个既是前浪顶 亦都是前浪底的水平 那就可能呢 就会在这些位置 这样上下呢 就可能受阻了 未必呢 就弹很多 至于可能79元至80元呢 就可能受阻的反弹呢 就是可以这样看啦 短线就跌落呢 就是接近尾声 有机会反弹 但是呢 你弹很多呢 相信了 暂时来看 不要太过 看得太高的目标 可能呢 是79至80元呢 就可能遇到它的阻力了 这个呢 就是23100的看法啦 382 7个7买了 7个7买了 就吃着这个眼前盔 就不一样的了 那可以怎么做呢 那我们先看看 走势先啦 一直在高位下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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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线走势也是弱的 就比平保低下来之后 平保一直在高位下来之后 低位一直在高位下来之后 它又好一点 因为起码这浪弹上去 那也跟着这些高位 曾经在低位上移过一轮 不如现在又穿下去了 就不一样的了 那现在呢 去到7.7买入 那应该怎么做呢 那这个呢 重要支持位呢 就是这个了 之前试过去 就反弹了 现在再试呢 好像是有支持了 如果既然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7.7买了 就等下来之后 可以等下来之后 就反弹 是否有机会呢 就上回你的买入价格 再高一点 因为呢 那有可能 这个第一次试7元 反弹 只要7元 应该有点承接了 那今次呢 再试7元了 穿一穿 穿一穿当然不是好事 但是好在穿一穿 就有不幸中的小幸 穿穿之后 又反弹回头 未至于收在下面 换言之呢 就有机会呢 就有机会呢 7元到呢 形成高低脚 商底 如果高低脚 商底呢 就即使 最终成不成立 未知 但是呢 7元有支持 有形成商底的可能性呢 就可能 也有利大众的股价 就 低于反弹 那反弹呢 可能呢 就挑战短期的阻力位 短期阻力位 第一个就是这条下降轨 几个中期下降轨 相信有阻力 而更加大阻力呢 就是这两个了 所以呢 7.7元买了 现在是在黑眼前规的了 但是呢 就未至于 就太过绝望 都应该 那个势呢 是有条件反弹的 看着了 下面 看去7元 会不会再穿过 如果不穿呢 就有机会呢 就剪开反弹呢 就尝试下降轨 大概100元 甚至乎呢 就弹高一点呢 就挑战呢 这个前 浪顶了 去到8.9元 都有可能的 所以呢 看着刚才说的几个价位 1.2.1.3.0 2.1.3.0 这些加云墨楼 那高位 这些股份就非常尴尬了 因为呢 你看到呢 它在高位那里呢 在那里 增持着 可以 你可能是形成了什么呢 高位的横行区 刺刺地 那当然你可以划去成为呢 这条 你划三角形也可以 啊 就是一个下降轨 这么说 三角 你划到这条下降轨可以 下降轨 也可以划上升轨 换言之呢 它的走势呢 它暂时是比较不明朗的 滑调上升轨 滑调下降轨也可以 两样也可以 但是又不是一个很 不太像的三角形 但是两样都有 换言之呢 它寄在一个横行区里面上落 这些横行区是7元至9元左右 上上落落增持 有可能形成了双顶 亦都有可能就扣上去 所以呢 怎样看 我不知道有朋友是想买 如果呢 这些股份呢 可以玩的就是波幅 接近7元 可以拼一拼去 7元收得住 再弹上去 那么就算呢 它穿不了顶 也有机会上升 上市的横行区的顶部 但是呢 要严守止蝕玩这些 因为呢 刚才说了去 整个趋势不是太明显 那你买了 不严守止蝕 那你突然说 原来这个呢 是一个派发区 不是一个收入区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玩呢 就可以玩 但是呢 要严守止蝕 就不能够呢 就大安置疑 玩这些股份 另外 1183 奥能见尺 3.9 买了1万股 怎么看 1万股 那 有点点眼前亏 在吃着 但是 是不是很害怕呢 就暂时又不用很害怕的 因为 你见到 其实还是形成一个三角形的 甚至乎 你当它是一个上升通道 还可以 因为呢 你看到高点 大致上 它的形势和下面 是比较平衡的 就是 有次次的一个三角形的走势 对不起 是一个上升通道走势 所以 不算差的 走势不算差 但是呢 就跟刚才的股份 有点点类似 而它在高位里面正在整护 正在整护 在整护 究竟下去怎么走呢 那 就比较 麻烦一点 那 不确定性 比较大一点 你可以 如果 就先看着 看着 这些位究竟是最后 六死垂首 如果 还没买的 可以是 就是 就是 遇到 Villiam上一位 先吸纳 铺去 上升轨 就守住 再上 就可以 如果买了 都要看着 上升轨 如果穿了 就预示 或者 告诉大家 升势 其实 这里开始 上升 升势 可能逆转 就要小心 要控制风险 所以 就看着 上升轨 至于另一个 有没有其他支持位 可以留意着呢 那就是 这个 其实是一个支持位 因为前浪顶 那 它之前 破了上去 但是破了上去 又不能够 就准备 上去 所以这个支持位 都 普通通 要看着 但是你说 很强劲的支持位 又说不上 所以关键 也仍然 看见上升轨 这个股份 无论是买入也好 或者止赚止蚀 控制风险的位置 都可以看着 上升轨 那 看法就是 大致是这样 这个股份 1432 我昨天的节目说过了 前景怎么看 不知道是否昨天 听过了 听完说 不放心再问 还是另一些新朋友 问 昨天 我记得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 虽然昨天走势不错 我昨天说 但是 再升了很多 应该 就未必了 一来 昨天的升幅 已经不小 二来 他升到这个重要的横区 例如说 七个 五到八个 八毛半 七毫半 到八毛半 这个重要的横区 很有可能 上到这些区 就会先行 就是回整 跟着 再回到重要支持位置 再速势再上去 那 结果今天 就 似似的 我说法 今天 就冲了上去 见过高位 升上去 八毫二 就是 深入这个横区 深入横区之后 他就 很快 就无意为计了 现在见到 这一刻 就 差不多收市了 那 收了 收了 七毫二收市 收市 就出影之 就 阴足 比较长的阴足 小小手小小腳 那 跟之前的阳足 就合成 一个什么呢 就是淡有反攻 淡有反攻 听过淡有两字 知道 偏偏的淡 偏偏的淡 有可能 就要回下去了 这个走势 和昨天的分析 大概是一致的 那 換言之 我昨天的说法 如果大家 仍然记得 可以继续参考 总的 简单两句 要再回整一下 回整一下 就试一试 还要支持位置 再 促势 就是 消化了沽 下来回到沽盘 慢慢重整 再试 再衝 这个 高位 看法 和昨天一样 有兴趣 看法 昨天的分析 如何分析 39800 和2380 有很多不同股份 有很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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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一遍 39800 就是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早前 升势比较好些 但是 除静之后 就开始慢慢 回落 回落 现在 就不算漂亮 你很坏 可以 就当一个圆顶 都可以 因为 你看到 这里 这样 是圆圆的 当然 你说 是不是圆顶 其实不算上草 因为 要穿了这个位置 去到这个位置 试一试 彈一彈 最好更加理想 接着彈完再穿下去 才叫穿圆顶 现在 未至于这样的情况 但是 你在这里 重吻石下去 就 看到那个位置 就下来了 现在彈上去 在这些位置 牛皮 慢慢慢慢消化 在消化 在沽压 这段 在大段 密集区 所以现在 你看看 在这里消化 到密集区之前 就消化 那你准确 密集区 其实可以更低一点 2.73 就是密集区 这个密集区的顶部 可能再落 多一点 在这里消化 但是你看到 再大的风险 因为暂时不是十分大的 因为这类股份 其实你看到股息 股息 股息 怕得到股息 盈利 可以保持到 虽然有几个百分比 的盈利增长 但是股息是派到 都有整个五、六厘 保持住 这种特别多 内人股通常有五、六厘 它是比较多的一种 所以你这位 持住 没什么大问题 除非你想炒短线 就撞别轮 如果中长线 这些位 也没什么大问题 另外可以再说 三三一 因为这位朋友 问了几个 就 说我 先说一只 再回答一下 另一位 提问 封性生活服务 六个四有货 姐姐 六个四有货 只是有少少 眼前规 那就是 可以这样画 六个四有货 暂时就不用太过 担心 因为毕竟 它今天逆市上升 算是 英俊 算是 这棺 跌下去 也挺急 但跌到 接近 这个 重要的区 这个前浪顶 其实 之前浪顶 虽然这个前浪顶 不是太厉害 这个就厉害 5.5的 之前是强 5.94 就相对没那么强 但接近 6的心理关口 两个加起来 就会发挥少少少的支持作用 所以这下 跌下去 跌下去 它就会反弹 今次这转跌下去 又有些反弹 所以 如果你的朋友 六个四有货 看着 这个前浪底的支持 能不能够守得到 如果穿 就可能 有时候 去5.5 你要看着 这个重要的支持位 能不能够守得到 而初步看 有机会反弹的 例如上回你的位 也有可能 如果真的反弹 有机会反弹 就试一试 前浪顶的阻力 大概7.05 7.04 7元多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关键就是看着 5.9 5.9 5.9 4的前浪 这个浪底 这个 既是前浪顶 亦都是前浪底 因为之前一试 一次就大 所以这个支持位 非常重要 如果穿了 就麻烦一点 要留意着 要可能控制风险 除非你觉得 5.5 再捱多几毫 也不怕 那就改为看 5.5 总之看法就是大致 好了 说到这里 就说回整个市 收市 收市 27960 慢慢紧 就是 贴着 大概2万8千点 那算是不错的了 收到 因为刚才说了 很多坏消息 成交1566亿 多一点 但是有些新股的情况 所以大致差不多 都不是很惊人的情况 那现在看恒生指数 我怎么看呢 仍然是这个重要支持位 或者是这个 至于今天 就下跌了 关键就是 刚才说的第一个 就是 底衝景 会不会成立 明天如果再捂多一棍 穿了这个上证 穿了个中族 这样的情况 就会好些了 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在上证 如果能够 企运港股 多了一点 都会增加支持力 这个第一个要看住 第二个要看住 就是这个 恒生科技指数 虽然今天 再跌43点 0.5%的跌幅 跟大市 跟恒生指数差不多 恒生 0.4% 稍稍跑输 恒生指数 但是 今天的低位 是7.499 7.499 是极接近前浪底 前浪底 是7.433 换言之 很关键的时刻 也要看住 这个前浪底 能不能够守到 如果守到 亦都是一个相抵憧 所以 双重的相抵憧 大家要看住 总的来说 恒生指数 看就看这两个 这两个指数 能不能够 相抵憧 是否会成真 自己 看住 都是一个相抵 就是27,500 能不能够守住 现在当然 还距离一段时间 希望 不用这么快 看这两个 看恒生指数 至于 看今晚 今晚 美国公布 联储局 FOMC 公开市场委员会 会议 6月的会议 会议记录 看看会议记录 显示 究竟联储局 这班 这班 老人家究竟 怎样看来 不论是缩 资产购买规模 以至 加息的情况 他们究竟 这两件事 有什么看法 亦都可能影响到 所以留意住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至于未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你可以有兴趣 在明天5点半 我在iMoney的平台 算子事发 都会有回答问题的时间 到时可以留个问题 切磋一下 好了 说到这里 节目时间够了 还够了一点 拜拜